最近说到一条私信 他问我买PS5好 还是买一个7000块钱的电脑好 他的预算7000到8000 这个话题我比较感兴趣 于是做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PS5的价格 国行原价3899 现价4500 现在是2022年的5月中 日版4800 人民币 港版5500人民币 右侧的PC是7000到8000 PC就是电脑 我们买电脑可以DIY自己装 这个价格是最贵的 也可以买整机 要便宜一些 还可以买品牌机或者笔记本 昨天晚上正好有位朋友 他咨询我 他看中了一台国内知名品牌 某想的品牌机 价格是5500 这个品牌机他用的是12代的 I512400F 这是一个6核 8线程的CPU 他没写主板应该是 B660M的一个盖板 但是他集成 2.5G网卡和WiFi6 它是一个8加8G的 3200的DDR4内存 还有一个PCIe 4.0的512G的硬盘 这配置都挺主流的 显卡是 TTX1660 Super 电源是500瓦 价格是5500 某冬的价格 我查了一下 目前这块显卡 它的价格是2000块钱 如果和PS5打的话 它是打不过的 虽然这块卡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需要升级到RTX3060 或者是3070 或者是AMD的6600XT 3060和6600XT 它们的价格在3000左右 这个3070的价格应该在4000 也就是说 如果换成了这个3070 需要再加2000块钱 那就正好是7500块钱 那如果预算不高 那就是3060或者6600XT 它的价格是6500块钱 我们以3070为例 和PS5做对比 说完了PC的配置 就不得不说一下PS5的配置 它的CPU是8核16线程 这个是6核12线程 这写错了 应该6核12线程 如果从CPU上讲 这个12400F 肯定是强于PS5的CPU的 下面说一下内存 PS5的内存是16G GDDR6 因为它是定制的方案 它的显存和内存 共用这16G PC内存是16G 是DDR4 它的显存是DDR6 但是是8G的 这个各有千秋 因为这两个系统 它的定位不一样 PS5是专门玩游戏 所以说它用这种架构来设计 PC玩游戏只是一个方面 所以它用这个架构来设计 重点说一下它的显卡性能 因为我们玩游戏 用到的是它的显卡性能 在PS5图形性能指标 有一个叫10T的浮点运算性能 对于玩3D游戏而言 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对应的PC 我们看一下 这个6600XT也是10T 这个3060是12T 最早先有一个5700XT 在PS5刚发布的时候 还没有6600XT 它只有5700XT 在当时有很多文章 说PS5的性能相当于5700XT 它也是10T的 这个3070就厉害了 它是20T 那个XboxXSX 它的性能是12T 那是不是说3070在玩游戏方面 可以秒PS5全家呢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性能不代表一切 特别是游戏性能 有的游戏 3070可能不如PS5 这是因为PS5是专门玩游戏的游戏机 而且和游戏优化有关 我们下期见的游戏机 感谢观看